自辽宁舰回忆以来 其甲板上的歼15舰载机 就成为了居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前段时间歼15在辽宁号上 首次时间夜间起降 更是让这款战机收获了众多粉丝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歼15舰载机的研发 还为五国空军做出过巨大贡献 随后研制的众多国产军机都得感谢它 当初五国空军正在为选择 辽宁号的舰载机而头疼 因为航母长期在海面上航空 这就要求舰载机的机身 必须拥有与航母一样的强度保障 而且它的重量要足够轻 板材要足够薄 韧性还得高 这时歼15的设计团队迎难而上 在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后 终于创造性地加入了3D打印技术 加工钛合金材料 要知道舰载机的主要活动环境在海空 机体容易受到高岩寸 高潮湿环境的侵蚀 而且舰载机在航母上阻拦着箭时 因为几乎不能减速 所以降落时经常是被阻拦所硬生生拉挺的 在此过程中 舰载机机体受到的冲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自从歼15机身融入太和金3D打印技术后 它的机身再也没有出现过被阻拦所刮伤的痕迹 抗腐蚀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机身零件重量比以前降低了30% 而且它的机身强度 也达到了美国尼米兹航母舰载机的标准 看到表现如此优异的歼15 中国空军当即拍板立马认定 歼15就是辽宁号的舰载机 得益于歼15的太和金材料 具备强度高耐湿性好 耐热性高等优良特性 科研人员还充分利用女金属 独创出550度高温太和金 并广泛应用到歼20 歼16 歼31 运20等多型国产巡机身上 打造了一群铜墙铁壁般的空田之石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军事地头条号 长期坚持原创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会每天坚持更新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